前面安全我們就前面就好 你看現在我就卡住了 真的說著 你現在要我拔出來我就覺得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步騎車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212集的節目 我們今天來給大家做這一款 是TW所推出的 以金屬變體恐龍網下去改色 而叫做Steel Lock 字面來翻它真的叫做鋼索 這是鋼鐵的意思 Lock是鎖嘛 這個名字取得是沒什麼問題啊 那麼它的話呢 原本的模具我沒有收啊 直接呢是入了這一款 而我當時呢 其實是就特別在網上瞄了一眼啊 說什麼戰損配色 金屬恐龍網啊什麼的 我就想說好像價格也不貴 我記得是台幣是一千塊錢不到 我就把它給就給下標了啊 那前一陣子已經到貨了啊 那拿到之後呢 沒想到說盒子居然這麼的小啊 那沒有想要拍是因為就時間來講沒有那麼多 而且呢就是手邊的玩具也不少 那就沒有特別想要先開這一款 而且反正是自己買的嘛 你就是不開也無所謂啊 那是剛好呢一位朋友呢 這J開頭的這位朋友呢 那他是怎麼樣啊他是啊就是他幾乎把我所有出過了這個電子寫贈機他全部都買了 那在微信上聊天的時候他就跟我提到說會不會做這一款 那我就覺得說呢 既然是對不對我就估錢呢把這些購買寫贈機的朋友呢當成是我的這個充值戶吧就是裡面等於是有贊助我的節目 所以呢你們的一個請求呢啊你們的願望呢如果我能夠達成的呢我盡量把你們達成啊各位都有聽到了啊 只要你夠購買過我的東西呢啊我就認為你是我的高級會員啊你是可以對我許願的 那今天就給大家做這一款戰損塗裝版的金屬變體恐龍網 當然我們今天的話呢就用鋼索來稱呼他了 那再講到鋼索我再再再再提一下 很多人會問我說我後面這個鋼索是怎麼回事 這個我忘記是威將還是庫便寶的一個拼裝組合的一個鋼索啦 那其實品質不怎麼樣啊其實還蠻脆弱的啊 他裡面有一些部件其實都已經斷了 有些部件已經斷掉我就把它塞到肚子裡頭去啊 那這個啊這個當時會這個是米苔木老闆送我的啦 那我會把它留的是因為呢我覺得他跟這個至尊神力的那幾個deluxe等級的這個 恐龍小隊的一個身形比例是有搭的 所以我就把它特別留下來把它拼裝出來啊 好吧那我們回到這個主題吧 這一款啊先看一下它的一個塗裝了啊 其實我覺得塗裝是蠻蠻讚的啊 就是一個就是生鏽化應該講舊化而不是戰損的一個一個一個樣子 頭雕的話呢當然也是換成了鋼索的一個頭雕 就是一個水藍石的引珠啊非憤怒狀態下的 那因為它的一個基礎模具呢並非是真正的鋼索啊 是用金屬遍體孔龍王去做的 所以在還原度上面的話呢就大家就不要太催毛求疵了 不過啊形體上的話呢還是有一些 好像相似度也沒有很高 因為如果是G1鋼索的話呢 這種類似於這種大渦輪的這個造型是在這個肩上啊 那這個手臂的話也應該是背在後面啊 這這這這反正就是歐北好吧 就是嗯硬是把它改個顏色弄上來的啊 那只能說呢在顏色的分配上呢 就是金色的紅色的這個黑色 這些部分色的部件包括這個地方紅綠的這個配件啊 而不是這個配色啊也是致敬G1鋼索身上一些部件的一個分布了啊 那就玩具的本身的一個一體性的話呢是這個寬部這個關節啊 呃感覺已經玩了幾次之後的話已經稍微有點偏鬆了啊 那他的一些呃這個地方你看到這個地方連接感是金屬部件的 還有這個手臂啊這一塊啊這裡整個是金屬部件 在一些呃重要的部部位上呢還是用了金屬的一個部件 呃把玩起來安全系統還是比較高的 那他的這個手上這個武器啊就是原本這個龍龍形下這個尾巴呢 呃扣上去的話就是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訣竅 就是把它往往那這樣塞進去啊就是這樣塞進去啊就基本上就是會會會卡住了 我們試一下吧啊 我發現它裡面好像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去結合的 那這樣就扣起來了啊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當成鋼索的話 它是應該是沒有沒有這個部件的啊 就OK你知道一下都行我們把它給拿下來好了 看一下它的一個基本的可動吧啊就是一個尾巴的部分是有這裡 這裡是這裡一塊啊這裡有一塊這邊有一塊 呃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講解的啊對不對 那這個後面這個部件的話是一個金屬部件啊這兩個 嗯哼那以武器來講裝在手上也是不賴了啊 那這個武器的話呢是挺挺還原這個鋼索大技 但是呢它的握柄是比較細啊 這個拳頭這個長子的話這個洞的話我覺得是比較有有有有一個好像不是不夠大啊 這個硬要長驅植入的話呢是哎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開車 但是每次為了前面那五秒鐘呢我都要想一些啊開車的梗呢來填充前面那五秒你們要體諒一下我其實我做影片要開車也是很辛苦開車也是疲勞駕駛我也是會累的好吧每天已經筋疲力盡了還要想辦法開車了嗎? 開車對前衝前面那五秒鐘先體諒我一下啊雖然有人不喜歡我開車但是大部分的人喜歡我開車對不對?我當然照我犧牲少部分人啊對吧? 好啦這個總而言之呢這個武器的話呢啊我是建議呢啊如果你有斷裂的危險的話呢就不要不要插到底啊不要插到底啊不一定要插到底啊啊前面的話比較呃前面安全我們就前面就好了你看像現在我就卡住了啊真的說著你現在要要要要我拔出來我就覺得 我真的很怕一拔起來就斷在裡面了那就真的是很很難看了啊兵器的話呢這也是就是一個鏽化的感覺 其實他這個舊化圖裝我個人覺得質感還是不錯的不錯的那這個可動的話就可以再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地方是一個球形關節還有一個前後一個擴充的一個啊一個一個一個空間那這個二頭肌的話也是可以轉動但是呢啊非常的緊啊緊到我幾乎是不想去轉動它因為實在是實在是不是很好轉就為你上細油了啊然後呢這個地方是一個雙動關節變形的時候是有所需要的啊這個地方用了一個金屬部件啊腰部的話是可以轉動的那腳的話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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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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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有点可以转动的 这里的话呢 你如果喜欢 还可以再把它给打开 那唯一的一个把弯的时候 比较就是这个凸 跟这个洞 感觉扣的不是非常的稳固 以及在这个地方 由下往上扣 上往下扣这个地方 失利的话也是比较不好 失利 因为从头这样一压的话 我怕这个脖子会断掉 应该是不至于断 但是我觉得 以物理学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那总而言之言 总之呢 人物的基本的一个体态 体型我觉得是漂亮的 那涂装也好看 这一点我是一定要 特别的要赞美一下 你看到没有这个 好 那这个我们就来一个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 对了附体了 它附带的这个配件 是这个黄色小鸭 我是个人是不解 为何是附黄色小鸭 这两个这个造型还不一样 这到底是 有什么梗呢 我不知道 如果各位有明白了 就请给我科普一下吧 那我们就来进行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首先的话 我习惯的是把这个 腿这个地方先给变一下 因为腿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时候可能稍微好变一点 它这个腿这一块 后面这个部件 要把它给掀起来 但是非常紧啊 所以我就使用一些道具 把它给掰开啊 这个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翻开之后啊 你可以看到啊 它里面呢 其实是有两个 两个洞的 对不对 那刚刚这个凸呢 是扣外侧这个洞 那我们变成龙形的时候 是把它给扣到 比较内侧那个洞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可以强烈的对比到说 两条腿的一个形状啊 是不是就不一样啊 这个是变成一个禽兽腿 那这个话呢 就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腿啊 那还是一样啊 这个我提过了 这个非常非常紧 不容易把它给扣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 借用一下道具啊 好 然后呢 就稍微的这样 往后面推一下之后呢 换成扣 扣进另外一个洞 这样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这个腿是因为 这个太紧了 所以我趁现在 这个空间比较大的时候 来做一个变形了 后面这个地方 就把它给打开 这个变形是非常简单的啊 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整个 这个后面部件 这个部件整个 把它给抽出来 龙头都给整个翻出去 翻出去之后呢 这两片部件呢 往这里压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手臂的话呢 就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变形啊 手臂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 等一下是要转到内侧去 那在它之前 就是翻成这个样子 然后往内 戳进去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面 是有一个凸啊 两侧都有对不对 两侧都有凸 那它理论上呢 扣进去的时候呢 是应该扣到这个地方 你这样转进去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缺口 理论上是要扣进去才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 我感觉呢 好像到底有没有扣 那个感觉其实不是很明显 而且你是盲变啊 那我只能说尽量的 尽量尽量的把它们往里面塞 尽量塞的密合一点 然后两侧均匀一点啊 两侧均匀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变形上就应该是 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了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呢 翻到上面来 哎不对 错了啊 我们是要把这个 你也可以直转上半身啊 也是可以的 直转上半身 这样就行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进行这个 一些包覆的一个动作了啊 首先 这个 这两片部件翻出来 哎 不对 应该先把头给放下去 这个这个 记住这个顺序啊 龙头先靠上去 先靠上去啊 这样子 包上去 因为包上来之后的话呢 你看到没有 这里 这里有一侧 这里有一块部件 两侧不对称啊 因为这块部件在这里 所以这个 龙的这个脊椎骨要先下去 这个地方包过来的时候呢 这块部件能够包在它的上面 所以是龙头先下来 那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原本在人形下子里面 这个部件把它翻出来 两侧都翻出来 然后两侧部件往下面 收进来 那收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凸 要扣进 这个侧面有个缝 那这里的话呢 就极尽所能的呢 尽量能够扣得到 尽量把它扣进去 以及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这个直角 能够扣到这个上面去啊 这个的话呢 这里 这样子 这样就很完美 但是另外一侧比较不好扣啊 一窝爽这一款的话呢 我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吧 反正另外一侧的话呢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去扣得上 这里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扣得上 不然你就是要 所谓的一个大力出奇迹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两侧啊 是有互相摇合的 摇进去 就这个地方啊 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有时候推 要推很用力 才能够把它给推得进去啊 哎 不错啊 今天镜头前面就突然来劲了啊 OK扣进去了啊 嗯 完美 那基本上 变形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是这里啊 直接往后面推下来 往后面推一格了啊 没有什么技巧 但这边要转正 转正的情况下呢 转正的情况下 它才能够去卡到一个 相对的一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里是有凸啊 然后内侧是这个 金属部件 这个地方是有个洞啊 其实它没有 没有什么特殊技巧扣进去 然后这块部件 记得是把它往上提 记得要 要把它往上提哦 提起来 这个待会的话 跟尾巴结合的时候呢 才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脚的话 就是往前吧 应该是往前面放 那这个脚是往两侧 要拉出来 这个刚才 呃 不对这个腿是应该怎么摆 比较好 啊 不管了 这个 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 就是放下来之后 放下来 然后这两个部件塞进去 塞到这个部件下面 这边 这个 这里也是一样 就这样卡就下去了啊 卡的一声啊 非常清脆 但是无所谓啊 这一款的一个 胶的话 我是觉得还算比较好一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OK 那这个腿的话啊 大腿往内部伸呢 要伸前面一点点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它是有个 不是很大的空间 把它给收进去 那基本上变形到这边的话 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 那这个形态的话呢 也是有点 有点畸形的一个龙的一个感觉 没有尾巴的一个样子 给各位看一下 它像什么 各位不是看过一部电影 叫什么 在台湾好像翻成叫什么 从地心砖出吧 里面有那个砖地虫 对不对 然后它好像第二集的时候 会进化成这种 类似这种小 小型的怪兽那种感觉啊 OK 那我们接下来讲到 刚刚提到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它是要把它往上面提起来 往上面提起来的话呢 才能够方便我们做一个结合 结合的时候呢 当然是这个有这个 尖刺一定朝上 你把它往上面抬一点的话呢 它才能够比较顺利的 去放到这个空间里 就是这两侧不是两个凸吗 两侧的凸上面这个空间进去 你把它往上提起来之后 它才能够进到这个空间里面去啊 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腰抬高一点那个插进去的那个角度会比较不一样 深度就不太一样啊 所以一个啊 就是看你的对手吧 它的腰压的越低 表示它的一个经验值是越高的啊 这网络上的 我是网络上看来的啊 我也是听说的啊 那这个变形的话呢 就已经算是完成了 那么这个 呃 兵器的话是应该是没有地方可以装啊 目前看起来是 嗯 这个吞刀嘛 反正就是没有 这个武器就只能暂时放到一旁去了啊 然后这两个 黄色小鸭呢 也也不知道有什么 也不知道放哪儿吧 这个可能是放在这儿吗 放这里吗 呃 反正我我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附两个红色小鸭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这个是所谓的一个飞行模式嘛 这个两侧这个翅膀 虾是翻出来的 好吧 可能 嗯 好吧 就这样子啊 那刚刚人形象的时候忘了做比较了 补个照片好了 就是 反正照片里面可以比对到 它这个是魔方的一个 Atmos 5 那个大小尺寸 大概就这样子 两个黄色小鸭呢 暂时先拿下来啊 那它的一个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 这个 有一个飞行模式啊 我记得没有错 应该是翻成这样啊 其实就是就是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 传到朝下方啊 就 从这个地方 让我上面抬起来 简单的说就是让这个轮子呢 是能够去取代原本的一个脚爪啊 就这样子 嗯 好吧 这个是原本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金属变体的恐龙王有的一个形态啊 那钢索没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pass掉这个形态 我们就当作当作没有也没关系啊 就不是不用特别去展示这个了啊 然后这个再反转一下 就可以把它给收紧了 里头也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那这个部件是可以转动啊 能够转动这个 就感觉诚意度还是比较够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龙形态下的一个细节 也是也是挺赞的哦 就是一个好像上古兵器啊 上古流流就已经活了很久的那种老老机械生物的一个感觉啊 那里头的话就比较让人家觉得纳闷的是 为什么有这么活灵活性的舌头啊 这是不晓得 因为机械生命体为什么这么灵活的舌头啊 到底有什么需要呢 会需要这么灵活 有如肉肉体一般的舌头呢 这个就不晓得了啊 赛博坦的生命体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迷啊 头的话呢可以往上啊 一点点一个角度 嘴巴的话呢最大张开的角度 其实没有很大啊 其实没有很大啊 最大也就这么多了啊 最大也就这么多了 然后呢头就无法转了啊 那可动的话呢 这个这个是一个球形关节在这儿 然后手掌以下是完全不能动的 原则上就是一个完全就是欣赏它涂装的一个玩具 那我是以新台币是一千块钱不到啊 人民币可能两百两百多吧 两百两百可能 两百二十块钱两百三十块钱左右吧 去去给买到的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没有没有 反正就是往路上去去拍下来的 个人觉得小归小啊 但是质感还是不赖的 尽管呢它跟这个一些小比例的玩具啊 不管是魔方啊 或者是这个NA来讲的话 其实价格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说差到非常的多 但是在涂装上面呢 还有这个零件树上 还有这个硬体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做的可以啦 我个人觉得买了并没有 并没有后悔啊 并不吃亏啊 这个摆在桌上的话呢 也是颇有质感的一个 一个有点小小小蒸汽旁克风那种感觉啊 那就是最后咱们对比一下吧 这个你们经常看 大家经常看到我节目里头这款啊 这个这个这个钢索比较大 这个这个后面经常出现的这个钢索 哎感觉是霸气度是比较够啊 哦不对不对不对 哎没有没有谁比较霸气 我觉得两个是不同的一个审美观念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算是回馈一下这一个 这个我的高级充值会员吧 哈哈 J先生的一个节目啊 那大家刚好也是录了这个玩具吧 好那就完成您的这个心愿 跟你呢一起呢 在电脑前面呢 分享这款玩具 那也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